大家上课了哈 这节课讲如何快速学会山东话 和山东人说话的时候呢 一定要抬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高了 没有办法 首先第一点 道庄最基础 最重要的 举几个例子啊 犯你师妹要 干啥呢你 忘了啊 我家总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回家的你 这句话他们每天都要说 最后一个呢叫知不知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知道的意思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呢 薛海原文房 身影院最明白的地方 同学们看到了吗 虽然叫道庄 是能咱们无章 是因为山东人的语法 都学得特别好吗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他们想说什么话 都马上脱口了 而自己却意识不到 我不这么说话反正 没什么用啊 我觉得 你们怎么这样看着我呢都 第二点 特殊音变 举几个例子啊 肉 肉 肉 咽 这里还有北方语区 都会改变的一个音 那就是人变成银 还有一点 山东人对女生自作运用 这是活力活现 胡卜了 什么意思呢 胡扯 玉透透 全心眼儿 臭臭臭致 形容一个人在脚肉动得跟狗一样 哈达哈达 形容一个人笑得流口水 除此之外呢 山东人对形容 使用了自己的特殊表达 捞英语 经瘦手 巧苦苦 交酸损 什么意思呢 看最后一个字就知道了 就说山东的朋友 小时候都还把同一个人 他叫什么呢 黑潮疤 如果小朋友不听话话 黑潮疤就会把你抓死了 哦 怎么有些人还没点赞 好好好 不行啊 下期课讲天气话